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赖家影 台北股市第一季 创涨了2363点 写下了将近35年来 最强的一个单季表现 而且呢 两万点的历史高点都看到了 到了第二季呢 台北股市会继续上上攻吗 还是要休息一下重整一下呢 在第二季台北股市会迎来 很多的焦点大事 题材在哪里 话题在哪里 个股要怎么选 今天的前线百分百 要一并来帮大家掌握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冠权老师 大家好 首先再来欢迎的是柏杰老师 家影好 以及我们的明哲哥老师 家影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台北股市在第一季 就已经冲上了两万点的高点 目前各大内外资机构 预测今天台北股市 今年台北股市的高点呢 有些人也开始上调了 首先来看到最高的是群益投过 预测的高点 已经来到两万两千点 瑞银证券也有两万一千六百七十点 高盛证券在两万一千点 另外玉山投顾呢 则是来到两万零五百点 凯基摩根斯丁利 都是预测两万点 很有趣哦 两万点现在台北股市的 未接水位就已经突破两万点 所以今年台北股市的高点会在哪里 有机会落在第二季吗 我们现在要先请这个博杰老师 准备要上台哦 我们就来问一下哦 认不认同目前群益投顾开出的 这个两万两千点最高点 还有今年第二季 台北股市的产业焦点又在哪里呢 好第一个哦 群益这个当然哦 我认为都是有所本啊 只是说两万二 如果在第二季来的话 你要想嘛 现在大概是两万零三百点左右 对不对 等于要再涨一个两千点 又要复制第一季的这个涨势 那谁要带头嘛 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939跟940的高股息之乱过后 难道后面半导体啊 还是这个高股息能够再涨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思考 可是重点来了 在第一季大涨过后 我认为市场会关注什么 位阶的问题 就是两万点会高处不胜寒 这个位置这么高的 我后面拿什么来涨 就是我要拿什么来涨 那我刚才有讲嘛 939跟940在大吸金之后 有没有新的资金进场 如果没有钱再进来往上拱的话 这些高股息 还有这些相关的全职股 能不能再往上冲 不过还好啦 嘉宁我跟你说 四月中下旬 又有大概四到五档的高股息ETF 又要募集了 也就是说新的资金 又会进来一波 至少在四月下旬 说五月初它会进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指数的位置来看 两万应该是有机会撑在那里 那只是说 四月过后变数开始会变多 比如说我们看到 五月十五之前要公布第一季的季报 然后我们清明廉假回来 是不是很多公司要公布什么营收 那营收 如果万一你前面涨太多的 营收会变地雷 季报会不会变地雷 这个都有可能 再来还有一个 这些现在位置很高的 涨多的这些强势股 四月之后 融券回补的高峰要来 我们看到很多股票是 大涨一段以后 当融券开始回补的时候 怎样股价开始掉下来 另外一个五月份缴税 会不会对动能开始限缩 大户要卖股缴税 对所以你看嘛 这两三个因素 它就会造成说 有可能我觉得 四月份在这里 如果没有新的题材来做刺激的话 这个指数要冲有两万二的几率就没有那么高 就没有那么高 可是两万零五百啊 或是两万一千点 其实离现在都很近 这个有可能跳一下摸到 区间震荡吗 对又下来 好 那只是说我觉得五月份 大家在期待一个就是新总统上任嘛 上任之前有没有一个提早庆祝的行情 520行情有没有机会 执政党的这个政策相关的这个概念 会不会在这里在四月份开始做发酵 因为这个说真的 你看先前第一季到尾声了 才有军工股在发力嘛 那军工股发力的因素是什么 我这个潜见国造一次七条要全部造完 我们看到隆德造船一路往上拉 才带动这些军工股 所以能不能在520之前看到一些政策概念 我觉得市场也在看了 那只是说 四月五月最重要的焦点在哪 在六月 六月的美国 美国联准会要不要启动降息 要不要启动降息嘛 因为你看最近他们一些相关的官员 有人又在讲 不一定要降啊或怎么样 好那从过往的经验看是说 降息啦虽然大家认为是利多 可是在降息之前有可能是什么 先利多出境 对但是我就好奇哦 六月份美国降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现在美国通膨数据看起来 市场预期的差不多 所以这个几率到底高吗 已经延后了耶 好第一个是说 现在通膨要卡在那里啦 不会上去但是也没有下来啦 所以造成什么 其实就像佳颖讲的 六月的几率 现在还有五成以上没有错 可是有没有可能到四月中也会变成四成 对啊感觉联准会的这个考量点好像就犹犹豫豫的 可是我觉得联准会没有错 因为他太早降下来 万一啦降完的隔一个月啦 这个CPI啦PC全部往上冲 那怎么办 又升回去吧 怎么可能那么快的变动 对那市场他会无所事从嘛 所以我觉得站在联准会的角度 他可能他会想说 那不然我 我稍微按并不动 我可以让你六月失望没关系 我七月降八月降 观察长一点的时间 对我把六七月 可能连续要降两次的时间 我拉到七八月也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什么 通膨的数据 所以四五月的很重要 如果四五月份能够稍微再下来一点 那六月我觉得问题不大 好所以综合以上 我认为啦 台股在第二季的高点会落在哪里 季初 也就是说可能落在四月份 至于在哪里 可能就刚才讲的嘛 两万零五百啊 两万一这个上下 真的要冲到两万二的机会 除非半导体在这里再次的重振雄风 那我觉得盘之后可能就是什么 震荡到正式的降息 正式降息之后呢 正式降息之后可能才会开始什么 开始再往上涨 也就是说 第二季初见到一个高点之后 这样震荡 然后 联准会确定降息了才有机会往上攻 才有机会再拉一次 可能就再过高 好 那大盘我认为啦 在19630点不能灌破 贵买245.6点 它是一个多空分界的位置 是 好 如果说贵买245.6点是多空分界 加纯指数你要做多方的话 这一万九千六百三十点不可灌破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指数的一个关键水位 那如果是产业面的焦点呢 好 产业面 我觉得第二季关度的面向可以把它放比较广 因为毕竟我大家都知道 三月份很多个股被这个高股息吸睛之后 没错 这个跌的乱七八糟 有的 比如说我举例 第一季出现领先拉回修正在哪 细致财 是 细致财很多的股票包含股王的这个事情 前几天还一度失去股王的宝座 对不对 像高价股的这个力旺M31 这一些啊 很多都是什么 过完年回来见到第一个低劣 一路跌到半年线 大家原本觉得第一季是他们发挥的季节 就没有想到就开始出现修正 那另外包含像这个手机啊 充电桩啊 甚至部分的除能股 其实在第一季他们都是拉回来 我觉得这些公司这个产业啦 因为第二季以后他们开始会慢慢步步忘记 有的是本身足迹成长嘛 所以第一季有修正的股票 我觉得你可以关注 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到刚才有讲到嘛 市场期待520 所以我认为第一季没有大涨 而且跟政策相关的 包含谁 军工啊 神技啊 甚至观光 观光今年业绩好得不得了 我想说你看不要讲什么 航空股就好 是 今年年初到现在 写封之后大家都飞出去 柏杰哥自己就说自己飞了几次 观光股就是这样激励的 观光股 就是大家都拼命出去玩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相对股价有得到反应吗 其实没有嘛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族群其实 在第二季有没有机会也来做表现 再来就是说 大家对于高股息 高殖利率 这个非常的热衷 热衷 可是 我说真的啦 你去看营建股 你去看资产股 你去看部分原物料 他们其实很多股息也发得很多 殖利率也非常高 尤其营建股 那个殖利率超过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一大堆的满地都是 可是为什么市场不关注 因为大家都害怕什么 政府一直在打房 对不对 房地产的价格在往下掉 土地价格往下掉 政府有打下去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央行也升息半马了 但是看起来房价好像也好 越打越会涨嘛 对不对 最近我看那个林口的新建案 一瓶已经五字头的中上 快接近六字头了 哇 对 大家谁会想到 林口的这个建案 也有接近六字头的一天 你看嘉义 说一个台积电要进驻 新建案马上跳到三字头之上 是 对 所以我说 营建资产原物料这一些 高殖利率跟价值性 第二季 有没有机会表现一下 因为前面 这个族群 说真的 他在去年第四季也没能理 对 第一季有一些开始反应 可是 过去这半年来看 真的几乎也没什么长 再一个是说 我们看整个产业 他原本第二季之后 就会足迹成长 或步入旺季的 譬如说食品股 食品股 如果你有空 你去看一下食品的这个月线 你会发现 他每年的三到九月 那个涨的几率都很高 为什么啊 你要想 过完年之后一路要夏天 对不对 一路到中秋节 那个都是相关食品业的旺季 虽然最近有食安问题 大家会害怕 可是 从他们产业的角度看 传统的旺季 你像夏天 夏天 热的时候大家 买饮料啊 喝饮料啊 都买起来了 对啊 没有错嘛 所以这个区块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观察 另外自行车 库存打消都差不多了 今年开始 不管是巨大美利达 甚至上游的贵 他们一口同声 都蛮看好的嘛 再来 你像半导体设备 AI伺服器 AI伺服器最近 广达说 接到GP200大单马上往上冲 本来AI伺服器相关的公司 之前他就讲嘛 今年的五六月以后开始 新产品就要出货了嘛 这些都是你看得到的 那其他包含消费性电子跟记忆体 所以我说 其实第二季的可用之兵很多 那只是到底资金要不要进来的问题 能不能 因为现在最担心是说 940跟939把这些 一千七百 两千多亿的钱 是 总的两千三百多亿的钱 大家能不能再拿新的钱进来 因为股票他就是靠钱堆钱 跌上去的 是 资金行情要再进来 你资金能不能再进来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 台币最近不断的在扁 外资会不会在第二季 因为台币扁破三十二对一美元 开始撤出嘛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比较关注的 产业的焦点帮大家掌握 蓄势待发 但是可能还没涨 第二季可以关注 但是在个股呢 有没有帮我们挑选 几档个股可以留意的 我们照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相关产业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来看 你看力旺的走势也是一样 刚好回到前面的这个支撑区了嘛 所以 两千两百五到两千五百元中间 他会开始有支撑 那这个就是高成长 高本益笔族群的代表 你就可以从他们两档来观察 另外手机的这个区块 今年的这个彩域 另外包含像身家店 我觉得也是一样嘛 第二季过后开始 慢慢有机会 你看彩域 低档把时间拉长一点 这个看周线你会发现 相对低档都有出现什么 长线的进货量 那这边突破景线之后 在景线之上来回做震荡嘛 那景线不跌破 那就代表什么 这个到底是不是就完成了 没错 我觉得你从基本面 从技术面 从筹码面看 你都知道说 这个是长线有机会嘛 再来像身家店 最近也是反而筹码在卖 可是我们来看喔 一样嘛 过了景线之后回撤景线嘛 是 对不对 那低档是不是也都出大量 这个也是 手机相关零组件 我觉得可以来关注 另外刚才有讲到嘛 在充电桩这一块 你要想 现在你有没有看最近这个小米 新的电动车 苏西上市了 一下子预定量全部都卖光光了 第一批五万台订单 那我说真的 他的最高阶版和台币 大概一百三十万 硬是比Model 3还要再更便宜一点 不要说Model 3 那个性能都可以跟保时捷的台肯去比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平价的电动车 今年还是中国市场的主流 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市场来讲 既然电动车出了这么多 相对 就需要电动装 没有错 充电桩他就是要嘛 你看台湾也是一样 全球都一样嘛 所以充电桩这个区块 在去年的第四季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表现 那我会认为 包含像飞鸿跟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有谁 有利德嘛 飞鸿跟利德的这个部分 也是这样看一下图 你会发现他们蛮可怜 你像飞鸿 这个一路从去年 高点之后一路下来 三四月一路到现在 股价都在相对的这个低档 现在两万点了 这个股价位置是 第一个够低嘛 我看利德 利德在这里 打出了一个周线底部的形态 而且中长虹也过了景线 量也开始慢慢出来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开始有资金在关注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充电桩跟部分的一些储能的这个区块 一样嘛 你也可以来观察嘛 好 再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嘛 军工 军工概念股520 军工这一波最强 看一下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的这个图 他告诉你一件事嘛 诶 我军工经过整理 是 只要亮出来 标出来 股价也出来了 隆德长上来之后 带动了相关什么 雷虎啦 甚至汉翔 这种大牛股也动 那我会觉得 如果 除了军工之外 相关的航太 你看 现在全球的这个航空业 确实疫情过后都蓬勃发展 所以像祝隆 在航太这一个区块的 我觉得 也可以来做留意 一样嘛 一个底部打出来 股价也来到了景线的附近 这个慢慢只要站上景线 底部就完成了嘛 这个前高就有机会来突破了嘛 另外生技股的这个部分 生技很久没动 很久没动 不代表他不会动 那只是说 不管是新药 或是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 我们可以放在什么 比如像大学光是什么 他的这个股息配的比较多 成长性也有 就是真正有EPS数字 法仁今年看 至少赚个14块以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学光的走势一样嘛 你看 股价经过半年以上的修正之后 一年到这边 开始慢慢低档也在打底 另外科研 今年可能有新的产品 新的认证 慢慢的这波股价也上来嘛 那有没有机会来挑战前高 我觉得生技股是这样 就是说520之前 你只要市场开始震荡 比较激烈 可能这些涨多电子股 都拉回来同时 市场的资金他就会转向什么 位阶比较低档 而且跟政策有关系 我们讲的军工跟生技 另外营建 营建其实很多好的股票 那你像明轩 先前公布现金股利多少 3块半 我们来看一下明轩的走势 明轩之前公布3块半 他那时候股价大概在36块 37块 那个值利率幾% 9% 那一路慢慢反映到现在 可是这个涨幅说真的 现在45块配3块半 那个也还有六七% 也比很多电子股来得高 其实不只是明轩 里面有什么润荣 华固这些 有的都还要配股票鼓利 我觉得在营建这个区块 我们也可以来做观察 因为毕竟大家如果都喜欢高股息 喜欢高殖利率 营建股其实就今年的基本面来看 也不会太差 好 谢谢柏杰老师的分享 第二季到底看点在哪里 有柏杰老师先告诉了我们 但是接下来 在第二季 有没有一些 强者衡奖的个股 会继续来走 还是有些黑马准备要出头 先请你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前线百分百 好 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第二季到底有哪些产业 可以继续乘风破浪期 航股又有奶眼谁 我们现在先回头来看到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以来 前十大的标股落在哪里 我们先看到第一名就是世纪 飙涨了百分之四百一十六 接下来是市电 飙涨幅度有百分之一百四十六 IC设计还有重电股 一发飙涨有百分之两百三十 我们看到姓利英季 南郡国际神盾 还有新富星 君华 顺耀 这些都是今年第一季的十大飙涨股 还有机会飙吗 还是说其实第二季的看点 在其他的产业面 我们要先请冠青老师上台来 冠青老师 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二季迎来了 我刚刚已经说台北股是两万点的高点了 哪些族群在第二季才有机会继续带动台股向上 我想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看到这个群益投股的一个预估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两万乐真的还蛮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我过去去观察这群益投股 他这一波的一个看法是蛮准 所以老实说两万乐会到 我觉得也不意外 因为之前也有另外一个分析 我们在节目跟大家讲过 现在挥达的这个市值大概2.38兆美金 那台积电大概如果要达到1兆美金 就是说等于是一半的挥达的话 台积电要到多少钱 要到1200 那如果台积电1200的话 台股大概是3万点 3万点以上 不是3万点 不是3万点而已 所以2万2 说不定是中 说不定是中继战而已 当然我们也希望真的有些达到 这样子大家应该都赚得到钱 当然如果说台积电 有办法涨到这个样的程度的话 我们跟他讲 其实第二季的一个选股的逻辑 一定是强者很强 对不对 当然强者很强里面 当然是AI跟AI周边 这一定是他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商机 你可以看到老师说 AI长那么久了 我想呢 其实你如果在去年的六月份 灰达已经长到400了 你不要再玩了 结果你转眼之间 灰达已经900了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美超委 我记得在前天跟大家讲 美超委都 美超委大概110块 120块 结果咧 美超委现在多少 1000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嫌他长很多 我想说真的 这个你都赚不到后面的钱 但是你可以知道 AI绝对今年 顶多是AI二年 去年是AI元年嘛 今年是AI二年 我想要大家感谢这个 除了感谢黄哲勋之外 就感谢OpenAI的老板奥特曼 能够想到这种东西 让你说真的 现在老实说 很多公司AI 你还看不到商机在哪里 可是呢 厲害的公司 类似像亚马逊 他早就用AI在赚钱 只是他偷偷赚钱 你不晓得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整个AI跟AI的一个周边 其实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那我今天只把两个范围抓出来 并不代表说只有PCB 只有DDR5 我们指的是从AI衍生出来的东西 不代表只有这些 因为其实呢 很多跟AI有关系的 包括我们在这个昨天节目提到的 像类似像 如果说你AI要传输 AI的这个运算速度要很快的话 你传输度要变快嘛 难怪何琴会告诉你说 今年就是这10GPON跟2.5GPON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交替年 所以未来10GPON就上来了 甚至Wi-Fi期 现在Wi-Fi期占比就一点点一点一点 然后呢 未来成长会很大 因为呢传输度变快了 这部分我就不讲了 因为上个礼拜 应该说说 应该昨天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在谈到的部分什么 是PCB跟DDR5 那PCB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电子产业之母 其实什么电子产业 包括你手机使用的 包括你Notebook使用的 反正你没有PCB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看是DDR5 对不对 我们看DDR5这一块好了 其实DDR5这一块 很有意思在于说 今年其实最需求的 就是HBM 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 因为AI需要用的 非常多高频宽记忆体 那你说 高频宽记忆体跟DDR5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啊 它就是DDR5一块一块 把它跌上去 它不是用DDR4跌的 不是用DDR3跌的 它是用DDR5跌上去的 当然不是说 我买来自己跌就好了 没那么厉害啦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就是说要有办法跌上去 所以我们把它整个拆解出来 因为说真的 台湾你要说有真的 HBM概念股的话 你要去选 选到创意 股价那么高 这个乙鼎股价也很高 但是呢 这个创意会跌 乙鼎还不会跌 乙鼎要去买来跌 所以很麻烦 我们在往退额求疑是好 那能够做到DDR5的商机 有哪些股票 其实老实说 真的不多 你不要以为到处都是 没有耶 华宝有没有DDR5 没有啊 南亚客有没有DDR5 今年下半年才有 所以呢现在有跟DDR5有关的 很可能就只有帽达跟U群 虽然说我们在前线 讲的非常多次 但是我对他们看法 是非常非常看好 因为他就DDR5嘛 那帽达部分呢 因为AI伺服器 AIPC 他全部搭载DDR5 我们刚讲的HBM 是用DDR5叠起来的 所以呢你今天 这个你没有买AI伺服器 你没有买卉达AI伺服器 这个没关系 但是怎么样 里面就有什么HBM啊 然后呢 DDR5的PMIC 他已经布局了四年 出货很暢旺 所以在今年前两月的营收里面 你看到帽达的营收 就远比其他的这个 所谓的电源关系AI伺服器还好 所以但是怎么样 后续可能会有人切入啦 但是你说真的 我已经布局四年了 你今年才开始布局 或你去年开始布局的 你要怎么赢我 恐怕不容易赢我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给他看一下 这个帽达的周线图好了 我们看周线图啊 其实帽达 老实说我们要缩小一点来看 我们看周线图对 你看嘛 先前这一波怎么找到286 也是因为DDR5的PMIC的关系 当时大家说 DDR5用上去之后 帽达要发财了 但是呢 结果因为遇到什么 2022年的时候 事实上整个消费电子大衰退 所以呢 做出这么大修正 对不对 然后现在怎么样 这一波其实我认为 往前波的高点的挑战机会 是非常非常大 对不对 刚好最近回党 回到200元附近 他这200元附近的支撑 是相当的强劲 所以你不要小看帽达 因为毕竟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准备那个图 DDR5跟DDR4的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就是这个DDR 应该说这块记忆体上面呢 他这边多了一块PMIC 这一块就是他新增的一个商机 那帽达就是做这一块 所以你去看到老实说 这波回党 我觉得应该是适得其所 反正就是让你有机会去买嘛 是 再来看这个下一张 第二个就是U群 U群最近股价很强 冲上去就下来 不过很好玩 在于说他法说半文就下来了 那法说讲了什么 其实我没有去研究 不过下来才好啊 下来你才有机会买嘛 有进场点 对 他去年第四季毛利率51% 是创历史新高 他其实他说真的 这个材质波做的连接器 你做到创历史新高的毛利率 而且是51% 我觉得很厉害 其实他去年 应该说去年第三季就很强了 他去年第三季的毛利率 就已经历史次高了 就已经大概49%左右 那他主要是为什么 他的DDR5的连接器的一个品质效率 比棚业都还要好 然后呢 DDR5的Long DIM这部分 就是提供给伺服器部分呢 他的比重拉高 其实过去优群一直是NB部分 占比非常非常高 我想很多优群 这个NB部分的这个 他的一个插槽 DDR5就是那个插槽的部分 都是有优群提供的 但现在是什么 他把这一个伺服器部分拉高 而且伺服器的客户 哇 Meta今年涨多少 涨翻了 对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美超我也根本不用讲 从去年涨到今年还在涨 涨到怎么样 涨到公司 再发 增发200万股下来 股价跌完 诶 又没事又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他的主力客户 涨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图 好了 我们缩小一点来看 他涨这样子也是刚好而已嘛 你说啊 涨翻天了 涨中文股票 投资朋友 他主力客户涨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可以看SMC 我们看一下这个 美超会的一个周线图 他是这样子涨 他是这样子涨 美超会去年还涨 他涨了一千元 他涨了一千元 他涨的倍数是将近 记得是七倍八倍左右 所以你说 你想想看一看 那优群 那优群涨那一点点而已 说真的只涨一点点而已 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 刚刚的字卡 第三档股票 这个要下半年才有 因为他去切入美系大厂 HBM设备供应链 这是下半年的事 现在应该也还没有 还没有做 或者正在做 因为呢其实 红硕的东西 红硕的机台 很多自己做的 其实就需要什么 需要六到九个月时间 所以如果你现在 跟他下订单的话 你可能就六个月 之后才领得到 你看台积电都知道 台积电大概去年六月 下订单 红硕十二月开始交货 所以呢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是 也是今年下半年 有机会开始交货 那这个美系大厂 美系大厂做记忆体的 就这么一家 美光嘛 对不对 他不是如果他今天 写韩系大厂 你要猜还是三星 还是海力士不好猜 所以美系大厂 大概就是美光 因为新闻是这样写的 那我们看到 其实HBM供应链一切入之后 我想这个应该是 后面应该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搜线图 好了 其实这一波一度来到 一千零七十五元 这个 但是怎么样 因为老实说 本益比老实说1075很高 但是等到下半年之后 你回来看 应该就 我是认为说应该就 本益比就低很多 因为真的开始出货了 而且自制机台的好处 在于哪里 在于说他的毛利率 是比较高的 那法人 其实他不是只有看 EPS多少 他要看毛利率好不好 所以说红塑现在是满手订单 出货等待半年 他一路旺到下半年 基本上就有机会 应该是没有错 而且但我是认为说 因为现在比较贵 拉回再买 我希望他大幅拉回 如果拉回到六百五百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想 包括从DDR5 甚至我们刚讲的另外一部分 PCB 电子之母 其实我在前线 很喜欢讲PCB 大家都误认 我们特别有研究 其实不是 因为PCB 是一个这个产业很有意思 其实去年 前年下来 整个台湾的PCB 产子是往下掉的 你看真顶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有些公司他不一样 我提到这两家公司 他就特别不一样 一家叫做金箱店 一家叫做台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切到AI 那完全不同 那如果你是传统的NB部分的PCB 十之八九都是往下掉 所以全体产子是往下走的 但是很有意思在于 高股息都去买那些传统的 所以到底对或不对 我想以后你就知道了 金箱店其实大模的一个报告 写的很明白 他说AI的占营收 去年Q4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了 我这算蛮高的 那今年AI伺服器营收 他认为成长上看一倍 这都是大模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他里面提到说OAM跟UBB 所谓的加速板 跟所谓的一个这个布板部分 他现在目前是 灰达认证供应商 然后公司也看好说 未来要切入灰达的交换器板 所以你灰达做的板子 我几乎都有办法做 为什么 因为金箱店 他的一个技术层次 56层 这个本人在节目当中 讲的N次了 写在网站上写很大 他怕你不知道 你一点进去 技术层次56层 所以他应该算是最会做的 其实你也不意外了 技术层次56层 代表什么样的技术顶尖 帮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你看到像禁棚 像是这个 你说轮局禁棚 禁棚车用做很多 那个大概是2层版 4层版 6层版 8层版 16层版 所以56层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里面放更多的电路 对 而且能做得更详细 那你也想得到 要把56层版堆起来 而且一样还是一块板子 那个技术要有多 技术要更高 因为你堆的更多层 没有错 其实就要你知道为什么 其实过去金箱店的股价 十几块 华通股价一直是五六十块 但是怎么样 你看现在不一样 现在金箱店 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对不对 金箱店其实今年最高 是284元 老实说 这一波回档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 有机会去买 因为毕竟AI的含量那么多 那金箱店其实他一直往哪里做 他在往网通部分 在往伺服器部分 其实过去呢 滑通就是一直往消费店子 你说滑通比较厉害 还是机箱店比较厉害 我认为滑通其实还是比较厉害 但是滑通一直往消费店子做 可是我们顺便讲到滑通 其实滑通今年不太一样 在于说 其实滑通AI也有订单 滑通低轨卫星订单 接到满出来了 所以你去看到其实滑通 如果说你机箱店很贵 没关系 你回头买滑通 最近怎么样 最近其实在整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切一下 可以切投信买卖超吗 最近有某个高股息的ETF 一直在卖滑通 一直在卖 那最好就把它卖完吧 未来会后悔 我只能这样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字卡 其实另外一档 其实去年少数成长的叫什么 叫做台耀 他是全球最大的高速CCL的一个供应商 对不对 他在社评领域有多年的研发经验 重点在这里 先进毫米波材料用在哪里 卫星 对那种很先进的 其实老实说CCO台湾就三家嘛 台光店台药跟联帽 其实他们都很厉害啊 每家公司专长都不同 台光店是专长是消费消费的 然后怎么样 AI是占比很高 但是台药其实其中一个东西 跟人家不一样在于社评领域的 所以你要卫星的话 说真的找台药也可以 但台光店也是可以 那这部分呢怎么样 除此之外 他这个部分呢 我们讲到这个社评这部分 就是卫星部分 他是国家队 他是跟高级新汉工研院 去布局3.2T的超高速连接器 3.2T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多半啊 现在普遍的企业级的400G 400G 今年大概看到都400G 所以下一个世代是什么 800G 已经有人用800G了 然后呢 800G的下一个世代 就只有1.6T 那1.6T 下一个世代是3.2T 大家听得懂了吧 所以现在等于怎么样 他已经跨过 跨过 跨过三个世代 他在布局3.2T的一个连接器 为什么他的技术可以那么长 因为他就在研究 社评领域这些部分 他研究了不少 而且包括什么 他除了社评领域之外 包括什么 他有一个他的这个 应该说他的官网上有写到 HSD叫什么 就所谓的伺服器的高速传输的领域 还有包括HDI领域等等 其实他的一个技术层面很强 而且其实过去啊 除了去年以外 其实以前长期间 台光电的股价呢 是比台药还低的 那去年前年不一样 因为台光电后来居上 可是你看到如果技术层次来讲的话 事实上台药技术层次是不输台光电 也就是台光电更早打进挥打 就这样而已 对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如果以PCB来讲的话 事实上应该这个 应该说这个行业 如果跟AI的挂钩很高的话 我想还是值得去追踪的 是但我们刚刚看到金像电 金像电在第一季的时候 有看到了股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 那如果他这样子 其实去再修正下来 如果观众朋友 想要做技术操作的话 怎么样建议呢 我觉得其实就一个长期看法 当然你说要他回到200元 恐怕不容易 是对不对 不容易但是250元附近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好买点 其实这一波为什么会修正 其实跟投信有点关系 为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在讲 上一集是讲这个高股息ETF 很多人想去搭车嘛 那投信 你说投信要不要搭车 你940有1752亿 939有这个四五百亿 我是不是我先把我的主动型的一个资金 出掉去换去换被动型的 对不对 然后呢等到搭完车之后 我就顺便卖一卖 有搭到的就搭到嘛 那没搭到的 我可能砍一砍再出来 就像抢银行一样 不管你有没有抢到 你都要走嘛 对不对 那走完之后会不会回来补 其实你看到其实在 这应该说最后三月份的最后两周 这最后两周嘛 已经开始在回补了 对不对 我们会看一下这台药也是 我们看一下台药 台药其实更快 台药其实他也是 他我在猜测 他应该是第一季的作帐标的 因为你看到他是 他的这个投信买得更夸张 他比他他比这经商店买得更夸张 因为你看到这个 他不是被动型买上去的 他是主动型买上去 作帐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有持续作帐的可能性 好谢谢冠青老师的简介 我们请冠青老师先请回座 好第二季的关键字 还是没有少掉AI 当然PCB族群 还有DDR5 也可以值得关注 但是接下来台北股市 走到第二季之后 有没有什么重要大事 可以带动题材发威呢 先休息一下 前线百分百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台北股市2万点 想要在第二季继续上工的话 当然需要有题材 跟话题来带动 第二季的重要大事 有哪些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当然要迎接的是520 总统大选的就职行行 相关的概念股 有没有机会提前发动 军工航太绿能族群 还有所谓的这个 我们准总统赖清德的五大信赖产业 来到六月份 许多电子界的大事 包含台北国际电脑展 这一次大咖云集 所有的半导体重要大咖 都来台北了 黄仁勋 苏之锋 基辛格 还有梁建后 再来看到6月11号迎接的是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这一次库克执行长要揭示什么样的新趋势呢 他们说跟AI一定有相关 而且苹果的副总裁 还直接告诉大家 保证有惊喜 明哲老师我们先请上台来 我们刚快速看了一下 第二季台北股市的重要大事 有那么多题材 有没有机会先发动 基本上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三月底的前些百分百当中 事实上有针对这两件事情 先来跟大家做分析 但简单来说还是归纳到一个结论 就是在于AI个股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认为说在整个第二季 AI股还是会是盘面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流 但是除了AI之外 应该说在整个第二季 其实影响盘面的利多利空 我想先帮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统整 如果说以利多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最近期的这个美国通膨的数据 看起来有一些缓解的一个现象 那根据Faywatch目前公布的几率来看 最快有机会在六月份降息 我想刚刚一开始 博杰哥有谈到相关的议题 所以当然降息是不是 当然多多少少对于这个股市 之间的动能来讲 我觉得会有一些加分 那除了这部分之外 另外就是AI应用的逐渐发酵 包括了PC 包括了手机 它的渗透率开始会出现提高 目前应该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中国有一些手机的厂商 它就已经开始推出了有AI功能的手机 那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今年的九月份 那个苹果iPhone16 它的一个AI功能到底是如何 那我想WWDC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轮廓出来 那第三个就是台币区别 因为在整个第一季当中 其实台币相对来讲 是有呈现一些比较贬值 大概贬值大概百分之四左右 那贬值的状况之下 当然对于这个财报的表现上面 我觉得会有一些正面的带动 那在基本上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其实陆陆续续公布了这个第一季的财报 如果说搭配第一季财报 整体表现还不错的话 当然对股价而言 我觉得会有助攻的一个力道 但是一样啦 有利多当然就会有利空的一个讯息 这个也是大家在第二季操作过程当中 可能要比较留意的 那第一个是电子产业 当然是相对比较淡季的时间点 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那个五穷六绝 那个是过往电子在推新产品的时候 当然前面一个稍稍比较空窗期的时间 那另外就是五月份申报所得税 那大股东会不会有一些这个 声让的一个卖押 那这个就是卖股票 然后换这个钞票去缴税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确定店价调涨了 那台湾的通膨会不会出现一些升温 这个当然多少还是会跟股市会去有一些影响 那看好的产业我最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当中 当然其实在三月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高股息之乱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 倒不是那些那个高股息的 这个吃豆腐的那个所谓的买盘 而是在于说IC设计 因为事实上IC设计在整个三月份 受到高股息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产业讯息也好 的确他们在整个三月份 他们表现是比较弱的 包括了市新股价连续性大跌 甚至有一些这个IP类股股价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 但是在这种所谓的高股息的这个买盘结束之后 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是 四月份这些资金有没有机会回到这个 如果说以股市来讲这种本益比最高 或者是成长性大家最可以期待的IC设计上面 尤其是IC设计是整个产业的最上游 所以它能够领先电子产业提前出现转强 再加上说自研晶片 当然我们讲到IP的部分 这个对于台厂来讲 当然IP股来讲 它会有利于它的一个营运表现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在AI股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全球大企业扩大AI的资本支出 因为今年大概根据统计 除了微软它相对来讲 它不会在大幅度增加在这一块的这个资本支出 那其他的大厂大概都会在AI都会往上增加 那微软不增加不是因为它不做 而是因为它去年已经投很多钱了 所以今年相对来讲 那个成长力道就没有那么强 但相关的应用逐步成型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手机也好PC也好 这个时候都有问世 那最近期其实苹果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相关的所谓产能 目前开始扩大 那因为这个产能它其实是苹果在做使用 所以大家现在也在猜测 就是说他们有在扩大内部的这个AI伺服器的一个建置 那第三个则是台积电的在地化 那基本上当然最近是那个嘉义确定设置两座的COAS厂 的确带动当地的房地产 没错听说大家都不种田了 很多农夫变成亿万富翁 没有错就是对 所以这个家里有田还是很重要的 那后续还有机会再做新增 甚至之前有谈到说有没有可能建一奈米厂 这个当然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去做关注 那关键在于说扶植在地的供应链 因为根据法人统计的话 2022年其实台积电的在地的供应链 贡献比重大概才10%左右 但去年其实已经拉升到49% 那再加上说全球扩产 包括日本的熊本厂 包括德国包括美国的设厂 那有一些台湾的供应链 其实是跟台积电去做一些全球的布局 台积电去哪大家就去哪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有机会受惠的一个机会 那最后在于日元升值了 因为在整个第一季 大家拼命往日本跑 除了疫情风很久之外 另外就是日元真的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但是到了第一季的下半旬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央行他其实在政策上面开始出现一些调整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看到 日元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既然方向已经转向了 我觉得长线日元再扁应该是有限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日央他的政策转向之后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日元马上出现强坛 但是日元再扁的幅度大概就在这边 不会再更低了 所以如果说以过去大家 应该跟日本相对比较竞争关系的 包括像石英元件工具机被动元件 过去因为日元很便宜嘛 我们相对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 但这个时候如果日元不会再扁了 那是不是代表说台湾的相关产业有机会呈现落地 如果说看好的四大产业 这些不会不确定性 有机会虚妄的话 各股方面呢 对那各股的部分 当然如果说以IC设计来讲 最主要看的还是要看3661的市新 因为之前的股价下跌 其实最主要是传出就是 这个Amazon他去放弃自研晶片这件事情 但最近公司也出来否认嘛 就是说他们其实并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客户可能只是一些调整 而且之前他们也谈到说 今年大概每季的营收都会呈现持续成长 那明年也会呈现持续成长 所以就股价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股价周线图 你看连续四周 其实都呈现了黑K往下下跌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就回到大概接近3000块钱附近 开始出现了比较长的下影线 那这段下影线 那其实就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抵抗的力道存在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 就是说基本上接下来的股价 如果说没有再呈现破底的话 接下来开始做横盘 横向的震荡整理 大家反而可以去关注的就是 这个时间点当中有没有利空出境 然后逐底再往上发动公司的机会 当然不可会言啦 因为世新的股价它的确是比较高 但是因为它是IP类股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说 当世新的股价开始出现止跌之后 对于国内的IP股也好 包括了M31 包括了创意 乃至于比较便宜的像是安国 或者说是这种所谓的相关的个股来看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止跌回稳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当作是一个观察指标 那除了世新之外 另外就是安国 那最近它就传出拿下日韩电子大厂的一个订单 所以它从跨入到IP类股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有没有订单 有没有机会出现转亏为盈 毕竟前面涨的是一个想象题材 就是我开始从IC设计股 转型为IP类股 但现在如果开始拿下订单的话 那当然它就从原本的题材 转为一个属下实质的获利 所以一样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这一波的股价其实回档之后 其实它在一两周之前 其实股价就已经有先行落底 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 所以当随着如果说 接下来的资金重新回到IC设计类股 或者是IP类股来看的话 过去股价算是一个比较人气的指标 那我们先我们刚刚谈到 这一波涨上来其实最主要是这个想象题材 那无论如何 过去它的股价其实表现 当然在盘面当中是中小型的人气指标 那接下来资金回笼的状况之下 有没有机会再带动第二波公式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做观察的 那除了IC设计之外 另外AI 那其实还是要看的是两大 鸿海跟广达 近期股价都很巧 就是那个GB200 反正一个就是 反正就是两家大厂去做 这种所谓的分时这样的一个订单 一个是鸿海 一个是广哥达 那鸿海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苹果的AI伺服器 已经有在测试阶段 那规划给苹果产品 可能在墨西哥跟越南生产 那这个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但我问如何 如果苹果开始跨入这一块 毕竟以鸿海跟苹果的关系 基本上我觉得 是有机会去拿到大多数的一个订单 而且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股价就已经涨这么多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百分百跟大家谈过 如果说我们看2382的广达 或者说像3231的伪创 我们看去年的这一段时间 你看去年股价这一波涨上来 有没有人想到说 广达的股价可以涨三倍 对 有没有人想到 伪创的股价可以涨五倍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以这个伺服器 全球的市占率来看 因为鸿海毕竟还是龙头 就是他在伺服器的市占率有40% 那过去他没有反映到 AI伺服器的这块题材 这个时候开始去做反应 当然不可会言 股价短线涨五成 他一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 所谓的获利调节 或者是震荡的一个卖压 但如果说以去年 那个伪创广达可以涨三倍 涨五倍 那这个时间点当中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比较长线的角度 在看鸿海这样的一个个股 那如果说就广达来看 当然在三月底的时候 终于突破了前波的高点区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如果说以这个老AI 就是广达伪创跟技嘉来看的话 广达是第一波先突破了前波的高点 这个某种程度上面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基本上不论说你是去年买的 或者是你不论买在哪里 就代表就是说你现在都是呈现获利的状态 对那获利的状态代表什么 就是你是上方他其实是没有套牢卖压的 所以当然就评价角度来看 现在其实有一点 评价稍稍有稍稍比较高一点点 但整体来说 因为上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套牢卖压 那我倒是觉得说 如果广达的股价能够继续涨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回头去看 包括像伪创股价 包括像计价股价 后续其实没有落后补涨的一个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还有谈到 就是台积电在地化带动相关供应链 所以相关的个股有所表现吗 对那台积电的在地化 当然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万润 星云这些个股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些 比较有机会呈现新的 这样的一个气质 包括了像是2486的一拳 那最近它是传出 传出打入台积电COVAS的一个供应链 那是灰达B100的均热片的供应商 是 散热提债 基本上它的股价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它是横向整理了大概将近快 大概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就股价来讲 它其实算是整理的非常扎实 但是在3月下旬的时候 股价开始有突破这种平台整理区的味道 因此我是觉得说 当然今年的新的一个成长动能 有时候能够让股价评价 能够比较往上去做调升的时候 大家事实上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新的成长题材 那技术面转强之后 大家其实就可以留意说 股价后续是不是有持续推升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则是4768的精神科 因为他们在3月份的法说会 其实整体来讲算是相对比较乐观 那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半导体制成 材料的成本来看的话 其实最大是矽晶元 我今天应该占37%左右 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气体的43% 整体的气体也好 包括了光阻基也好 大概预估整体的营收 其实有机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倍数成长 同样如果说我们就股价的一个角度 我们时间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你会发现其实这股价 其实也很像整理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从股价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的就是说 毕竟我这个底部打出来 那开始股价往上去做突破 当然首先要先突破前高 那突破前高之后 才是一个比较明确转强的讯号 但问如何它的风险 我想过去大概各期均线 其实都纠结在200块钱附近的一个价格 其实下档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是不大的 对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日元升值有机会受惠的股票 那当然我们刚刚谈到是工具机跟被动元件 那工具机当然指标性个股 看的是2049的上演 来自于半导体航太基建跟自动化的订单 全部都出现好转 那全年会拼双位数的一个成长 这个其实大概也是跟这个伺服器有相关 Breadwell的被动元件 那目前传出来说 电感的用量会增加2到3倍 那平均产品单价 它的一个会是一般产品的5到8倍 好 谢谢明正老师帮我们做清楚整理 明正老师先请回座休息 刚三位老师都帮我们点出了第二季的关键产业 关键个股 可以怎么走可以怎么看 但是接下来第二季操作 我们还是有些小叮咛 先请你休息一下 前线百分百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第二季的焦点产业 还有话题大事 我们刚刚都帮大家做整理了 第二季的台北股市有机会上工吗 操作的策略的小叮咛 冠青老师 好的 我想当然我认为还是 上路机会蛮强的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只要 灰达没有死 只要这个美国AI的 都还是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想应该还是有很多想像空间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包括整个AI周边 所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不是只有AI的晶片 这是包括其实 我刚刚看到明哲讲到 其实广达 伪创这些公司 微影 微影AI含量也很大了 这些公司其实都是留意去看 甚至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这个AI 如果你没有记忆体 我想你也不用跑了 HBM这部分 其实都是投资者 应该去注意的标的 甚至PCB 你没有PCB的话 你电子什么东西都不用动 所以这PCB里面 跟AI的一个含量 比较高的 很可能包括像 刚刚没讲到像台光电 甚至包括像这个金像电 台钥这些公司 我认为都还是持续可以留意的对象 好 博教老师 一句话小叮咛 好 这个当然 步入4月份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说 2万点之上 能不能有新的资金进来 那大家看到 先前相关的这个高股息 让市场一些高价股被吸睛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优先观察就是 这些跌升的细制裁 能不能在这里先反攻 然后带动另外一波 AI新的这个涨势 我觉得这个是要优先 对电子股来观察 再来就是刚才讲到 一些高值利率的 或是第一季没有大涨的相关的这个个股 我想在第二季也都有表现的机会 明长老师 就如同伯杰哥所谈到的 就是有没有新的资金 或者是说这个3月份 去买那些高股息 它的资金开始能够有些外溢的一个效果 我想这个是4月份的一个行情 大家其实应该最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要有新的主流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 比如说IP类股 比如说台移电工业在地化 或者说像是日元升值 它其实都是那种所谓相对比较低位阶的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当然AI股它能不能强者恒强 我想也是决定 整个第二季行情的一个关键 好第二季能不能强者续强 需要有新的资金进来 但是第二季的选股交战 我们今天先分享给大家 感谢三位老师 今天来到前线百分百的现场 当然也提醒大家 下周一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前线百分百 我们下次见 将来到时候 一起多时间 Line线百分百com 准备